10月27日12時50分左右 西藏林芝市茶羽縣發生森林火災 當地應急林草 消防森林等組織救援力量趕赴現場 投入火災鋪救工作 此次森林火災發生在距離茶羽縣城約18公里處的茶羽河西岸 火場周邊3公里範圍內有2個村莊 其中桑九村加達祖共10戶49人 已轉移至安全地帶 據現場指揮部透露消息 截至10月29日15時 火情主要集中在南北兩側 總體火勢可控 救援力量在南縣奮力阻擊 火勢得到有效控制 無人員傷亡 從下午6點左右 就一直弄到0時3點 災情發生後 現場指揮部確定了首南祖北的鋪救方案 指揮部下設專業鋪救組 群眾工作組 後勤保障組 火情巡查組 物資裝備組和安全轉移組 並根據不同的火情 地勢 氣候條件 應地質疑 應時研判 應事失策 全力撲救森林火災 據現場指揮部統計數據 此次火災撲救中 各方救援力量形成合力 先後出動3000餘人次 調動各類機械129台 裝備3893套件 及便携式氣象觀測台 無人機 對講機 衛星電話和帳篷等 保障全力推進鋪救工作 入口署